你怎么来这儿了 庞先生他不在家 丹姐 谁呀 教练 这么准时啊 快请进吧 我都做完热身了 是吗 那我们就开始吧 好 走 坚持 不行了 从老师就 呼吸 放松 不行 你还好吗 不行 太累了 来 帮我拿瓶水吧 来 谢谢 累死我了 你呀 就是太缺手锻炼了 那肯定的呀 要不然怎么需要你呢 来 怎么了 我这 我这对我抽筋了 抽筋呢 放轻松啊 不行不行你别动 勾脚 慢慢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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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呼吸 呼吸 均匀一点 好 吸 呼 吸 呼 好点吗 好多了 好多了 好多了吧 这次啊 我真是捡到了一块宝 来 以后要不然你就做我的专职司机呈你了吗 做私教吧 做私教就是专入外困 你结婚了吗 离婚了 那有孩子吗 有个男孩 女人一个人带孩子肯定挺不容易的 这样 以后每个月头的第一节课 我把这个月所有的课时费 全部打给你 这妇女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他怎么回来了 那我先回去了 行 我们电话在月下面的时间 再见 再见 谢谢啊 安教练 这么快就回来了 他怎么回来了 感谢观看 我们现在下线 我们现在的赵 妈 你干嘛呢 我修修这些花 我正想跟你说呢 马上就要开学了 你这个学期啊 多把心思放在学业上面 以后早点回公司 好好锻炼锻炼 你自己把心思 放你老公身上吧 这次不用陪我回去了 怎么了 妈 你说这傻呀 你把那么一个年轻貌美的教练 请到家里来 你是怕你老公出轨 找不着对象啊 瞎说什么呢 我瞎说 妈 你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天真 反正是个私人教练 该辞就辞 妈 我是为你好 你长点心吧 妈妈 我今天得了三个小爱心 真的吗 这么厉害啊 你来干什么 你来干什么 安宁 请你不要一次一次 试探我的底线 妈妈 我害怕 庞叔叔 我们可以回家吗 安康 我不是庞叔叔 我是你爸爸 你闭嘴 我给你 安康 得开门进去 别出来啊 嗯